对华援助协会9月23号邀请多个宗教权益组织代表在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讨论中国各地面临的各种宗教迫害 并希望借助全球目光都集中在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际 用国际舆论来推动习近平改善宗教自由等人权问题 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在会上说 在习近平治下 新疆维吾尔人面临着日渐增多的打压 有系统的宗教迫害以及人权不断遭到侵犯 我想要告诉习近平主席 是时候做出重大政治改革了 因为在他的政权之下 无论是中国人民 维吾尔人还是其他人 没有人过得快乐 事情越来越糟糕 所以习近平必须意识到 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 现在就是进行历史性变革的历史性时刻 对华援助协会副主席克乃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习近平执政近三年来 中国人权状况创下了过去十年来最差的记录 华人牧师郭宝胜说 习近平上台后 有些行为已经倒退到毛泽东时代 不如江泽民或者胡锦涛 自去年开始 中国浙江省掀起一股拆十字架的风暴 今年风暴升级 浙江省估计有至少一千五百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强拆 郭宝胜说 中国政府的做法严重伤害了全体基督徒的情感 我们希望奥巴马能够在奥习会上 能够敦促习近平尊重信仰自由这个价值观 尊重美国的文化 也尊重美国基督徒的信仰的情感 尤其他强拆十字架 不仅侮辱中国基督徒的信仰情感 也侮辱美国基督徒的信仰情感 更加侮辱全世界基督教徒 天主教徒的信仰情感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 不穷次人也表示 近年来 中国对西藏佛教信仰的管控越来越严格 政府的做法和以往试图摧毁佛教文化的做法不同 而是增加对生活习惯的管控 甚至蔓延到对精神思想的管控 不穷次人说 随着达赖喇嘛年纪越来越大 中国政府有计划 以官方指派的方式 决定下一个精神领袖 进而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 中国当局以为指派一个他们的人 做下一个达赖喇嘛 就能控制西藏人民 不幸的是 中国政府还没有意识到 过去50年的岁月里 中国政府没有赢得西藏人民的民心 因此 他们无法透过强迫西藏人 接受下一个他们指定的达赖喇嘛 来获得西藏人的民心 中国政府必须真正理解西藏人所在乎的事情 才能赢得民心 习近平即将在24号下午抵达华盛顿 与奥巴马进行会面 宗教团体希望借此机会 共同呼吁习近平停止压制宗教自由 并且无条件释放宗教自由犯和政治犯 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 长晓 华盛顿报道 42,3 西藏人看得真是很棒 很 heter Indeed 和青一会里大家的义 飞翠近平都已经比达河